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人總有遇到衝擊的時候 我也不例外 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這個故事 阿朗因為病的關係 導致他左腳肌肉萎縮 所以從小時候開始 就要依靠拐張來幫他走路 不過他沒有放棄 讀完書之後 他就很努力地做事 在保險行業裡還有一番成就 有一天, 阿朗需要進去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去探望他一個病了的客人 他如常拿著那一輛 已經改裝了給傷害人士 駕駛的私家車進去 天天晚上有點暗 又開始下著微微雨 他又找不到一條路 當他很擔心, 突然聽到聲音 原來他的車子爆了胎 阿朗知道他自己換不到車胎 於是他想打電話找人來幫忙 他發現那裡原來收不到電話訊號 當他很徬徨之際 看到前面小母屋在屋簽下 有個小女兒在玩 於是他大聲叫小女兒過來 他跟小女兒說 妹妹, 不好意思 我的腳是傷殘的, 我自己換不到胎 小女兒, 你可不可以找人幫幫我嗎 小女兒聽完之後, 就進了屋子 帶了一個老人家出來 跟他一起換胎 小女兒和老伯就在外面換車胎 阿朗就坐在車裡面 他在道後鏡頭看著他們 在雨中換車胎, 非常狼狽 心裡很不好意思 在想, 待會要多給他們一二百元 如是, 坐下… 坐下, 天天就開始暗了 而阿朗也開始不耐煩了 心想, 他們都不會換車胎 早知道是這樣 我叫他們打電話出去 找人進來換車胎就算了 等了一會兒, 終於換好胎了 阿朗就問個小女兒 你想收多少錢? 小女兒說 不用了, 爺爺教來 幫人是不求回報的 阿朗說不行 換車胎這麼辛苦 好, 要不然我的腳有事, 我也自己換 阿朗就在他的袋子裡 拿五百元紙給這個阿伯 那個阿伯沒有反應 小女兒靜悄靜地靠近阿朗 跟他說, 我爺爺看不到東西 阿朗才發現 原來這個阿伯是瞎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很慘的時候 理所當然感 覺得人家應該幫助我們, 諒解我們 但試問這個世界有誰沒有困難呢? 我們不是要看到, 別人慘了我們 才覺得自己幸福 而是看到, 當別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都可以勇敢面對 別人都做得到了, 爲什麽我做不到呢? 照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